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里圈圈在前置位是没有位置优势的 大鲨鱼之一 而且他人也非常nice 对 非常nice 有幸跟他吃过一次饭 而且我有看见他对每副牌考虑的非常周到 对对对他的思考时间 会相对于其他牌手而言非常非常长 并且他思考时间 就每一首牌都很长 所以就不会录一些tills 是一个对自己的表情管理也好 对身体的肢体语言管理 都是有过明显看出来有严格训练的人 我们看见这边他们有一个clock 有计时 看他们现在是考虑多久 然后我们看见Mekita Fish 在这里做了个all-in 在这边做个all-in Chidwick马上跟住 对 因为他这里 Chidwick打得比较谨慎 然后比较的隐藏了牌力 所以他会觉得 可能Fish会觉得 这里他是一个自己领先的范围 哇哦 River river 对 Always the river 这就是短牌的魅力 这也是扑克的魅力 就是不管你心中有多么堵定 不管你目前的赢率是多少 生活啊 扑克就是总能给你 盒牌总能给你上一课 然后他根本没有任何表情 对 对 优秀的玩家对于这种核杀 或者说Bad Beat 都是很淡定的 非常淡定 因为每个人都经历太多了 对 因为他们如果特别是在鞋上打的话 一天这些Bad Beat 真的就是已经多的 多的数不清楚 对 多的数不清楚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情绪方面 对 因为有很多玩家 你会看见他们就是输了一手牌 然后这情绪方面管理不好的话 对 接下来不管是比赛或者现金 他们筹码都会慢慢的一些 就是都是Till 对不对 我们说的就是上头 对 然后都会这样就是打破 才会最大 对吧 打牌最重要的几个素质 就是资金管理的能力 一些情绪管理的能力 对 或者你去跳级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很不顺的话 有些玩家他会自己去降级 对 但是有些玩家他们上头的话 他们就会往上升级去 对 可以看到这里 UTG拿到了一手99 也选择跟注 你会发现在前支位短牌 在前支位会Limp很多很多的牌力 对 他们很难很少去开始 说明他们都对短牌这个游戏 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是 对如果是玩长牌的 这里Greenwood Greenwood 来了 坐下来一个又一头大鲨鱼 我们看见这边就是大家都有 可以玩的进尺的一些牌 这边就是有99 有A10 有98 还有勾勾 还有A圈 那我们在这边呢 看见Ivan 他会不会因为他是 比较后面的位置 而且也是一个比较激进的玩家 会加注呢 这里一定是会做加注的 他确实加注到一万五 对对对 因为短牌这个游戏 其实你会发现 翻前大家拿到的牌力都很强 是 因为牌数少了 他拿到Top Range的 对 可能性也就高了 对吧 对概率更高 所以说为什么短牌会相对于倾向性 大家玩短桌 因为长桌的话很可能很可能经常三五牌里面就有一副牌 大家都拿到了翻前可以all in的牌 就很没意思 我会很多时候说没牌没牌 然后两三个小时都没牌 特别是比赛的时候 你可以打二十大概一个小时二十五手牌吧 二十五手三十牌 然后所以你card dead的那个情况会很多 对你看可以看到这里A圈都是直接盖牌 大家都打得非常谨慎 大家都打得非常谨慎 因为你在没有位置优势的情况下 面对一个这样的一个 squeeze吧 非常的难打 嗯 真的非常难打 这是一个军马一百个anti的骑士盲柱 我说啦 这是一手非常强的牌89S 那他选择跟住 你看H&O都可以弃牌的 情况下89S之后牌就可以对一个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一个 哇哦 跟住一个这么大的尺度 然后这里勾勾会显得非常难打 对我们现在可以看见 他们现在盈利都是五十五十了 对我说了就是两头买 两头买顺 你在合牌成牌里有接近百分之五十 目前是百分之四十八 他还有一个后门花角 那特别是这个面上 有一个圈 那就是已经 哥哥被盖帽了 对被盖帽了 然后呢 九八在这边是完完全全可以打完的 他是买两头顺 然后呢 那个牌力也算很强 那一般在这个牌面上 Makita他过牌是会选择check raise all in的可能吗 很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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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后手情况下 他可以选择check call 也可以选择check raise 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在这里百分之一百是check raise check raise 对百分之一百 因为八九在这个面显得太强大了 而且短牌 你知道在我们打牌就是有两点 一个是要选择 就打牌力压制和气牌率 对 然后 短牌里面你很难就是说 因为短牌的牌力持的间距比较小 所以你很难做到绝对的牌力压制在进场 对 所以说气牌率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对对 好的玩家 像Fish2013这种高手中的高手是 你看 对 他就用一手 nice call nice call nice call 他没有被剥削 是 我觉得在这副牌里很多玩家被check raise的时候已经都弃牌了 对对对 但是碰到Ivan 他就是call 说明他对数学的理解 对短牌的这个游戏的本质理解很非常深 是 其实他们勾勾对八九在翻前他有一定的就是说领先的优势 但是很多人在翻后去很难实现这个领先的事 就是你的权益你的EV去怎么就是你怎么去在翻后游戏去实现你的EV 就是你要读准对方的操作和牌力 不去被对方剥削 对 他会觉得就是在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Makita他买花的可能性高 他有train的可能性会不会这样打 对对对 他会去考虑这点 然后一般呢这样可以check raise all in的应该就是draw的牌 对对 但他这里就说Fish这里还是有很多成熟牌 很多成熟牌 他中圈甚至中三条都可以这么打 因为他们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平的就是balance的那种range 他们如果是在这个翻牌上有一些主要他们也是一些是成牌去这样打 我可以看到这是比较熟悉的牌手马来西亚的Tom Sean 我跟他在杰克的WSOPE打过一张同一张final table就是被他给清掉了 我的AK遇到了他的55set 哦是吗 对对对对 那你对他有点熟悉 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个玩家 我很熟悉他 因为我跟他一桌的时候 我被他就是哭了了蛮多次的 对在欧洲比赛 因为就是亚洲外排手在欧洲比赛的比较少 然后就是亚洲面孔嘛会互相之间比较熟悉 对对对 他打得非常的狡诈 是 这绝对不是一个贬义词 就是在牌桌上狡诈的选手是特别难缠的 因为有时候你对这些玩家不一定很熟悉 但是实际上他们就是排领也有上十年 对对对对对 那我跟Daniel DeVores也打过 我觉得他是一个打得非常好的玩家 可以看他严肃的表情就知道 对 能上张桌子的职业牌手西方牌手都是水平非常高的 是 而且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对了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可以刚刚看到就是明明第一手Face 2013 是被人打Olin输光了所有积分牌 但是他之后又有了20万的积分牌 这里就是说短牌它由于波动比较大 所以经常很多比赛它是可以一次买入三条命 你可以选择一次上所有的30万筹码 就刚刚那一手筹码是100个anti 10万 他也可以选择就是分三次 他刚才是double了一手 然后输给Ivan是他的一半筹码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他从那个Chitwick那边是double了到20万 对 把他的圈圈核杀了 是是是 然后那副赢的筹码转给了Ivan 对 那这个比赛的话是单条命单次买入 是 那是比较标准的 因为知道之前就有一些比赛办的短牌的比赛 由于波动大 他会选择就是说单次买入的三条命 分三条 对对 也是比较科学 这两者 对 就是见仁见智吧 就是优势的 这次比赛有一个比赛是分三条命的 那就是他们的利用赛 对对对 三条命的比赛会更加多的动作更加激进一点 是 优势的玩笑会更善于剥削 但单次命买入的他们会 你看相对于还是比较的打的 不影响 就是 你到底是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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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管你有多弱的牌 对方有多强的牌 你都可以用你的解读 以及你Sync Level上的压制去操作对手 那我们看见这边Azai Caxton 他在预期极加1的位置 那90桶花跟住了一下 然后我们看见这个Pot 应该都是大家都是跟住进来的 是一个Limp底池 Flop拉出来是圈圈十两草花 很多时候在长牌中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湿润的面 有攻队有买顺甚至有买花 但在短牌里面这个面相对来说还算可以 因为短牌你知道买花的out不是非常多 买花的话你的out一般都是只有5张 因为它抽掉了就是同色的2到5 所以买花不是需要防的 需要防的在这个面上需要防的是三条 然后set十就变葫芦了 还有一些是顺子的买顺的面 好这里是K8对上了9沟 那K8这里是可能在之后要选择float 9沟看到这个面是非常的难受啊 其实K8也非常难受 他觉得这个面出了三条圈之后是很难操作的 9沟这里如果是面对另一个下注的话是不会call 但K8这里很难开出第二枪 因为这个面实在是 就是如果对方但凡有成牌是很难被打走的 可以看到发了一个面 chop面 这种面上会不会有一个玩家会选择打一个比较大的底次去把另外那个玩家打跑呢 在这里甚至不需要特别大吧 是 就是一个标准柱就可以了 就是也要看对方对对方的了解是怎么样 嗯 这里的确有圈的概率不是很大 因为即使牌面上发出了三条圈 但是在tend上如果有炸弹圈的话 还是会主动开枪收取value的 嗯 打了一个38k 38000的柱码 嗯 Izak Hexton确实选择了打了去两倍paw 那这边他要就是做一个balance 就是说他有排的时候是下这个柱 没有排的时候也会下这个柱 对对对 那这我们会看这些职业玩家 他们对这个podsizing 对 betsizing 打出来的 下手非常凶 对 很有讲究 对很有讲究 嗯 在他们心中早有自己的体系 是 他们只是执行自己的系统而已 对 我在PCA跟Izak Hexton打过 然后呢 你每次放你忙住的时候 他把把都会seabed 然后他的那个seabed 就是pot size的seabed 打个minepot 所以你去处理你任何大忙跟住的情况下 都比较困难 都很艰难 对 所以他们就会把你就是放在一个 就是很difficult的situation里面 对对对对 就是很比较难处理一些牌 比较边缘的牌 就是说你如果中抵队 做中队 是挺难受的 嗯 可以看到这里 一手圈石就直接 选择all in 做了一个再加注 并且是一个直接拳下的再加注 嗯 我们可以看见他这边 就是牌力是比两家都差 对 那但是呢 问题是 就是Ago跟19 call得住吗 很难很难 对 那这样他就可以打了他们的去排率 对对 这90的确是一手可以打光的牌 但是在这个面上 真的是打光了 非常的激进 我都说了吧 就是很多 很多牌手 对 是 他们就是非常喜欢 很难做的 而且是这个 非常非常非常好 可以应该是在 我记得没错的话 是前7%的牌力 对应该是 它如果是90S的话 是前百分之六点六七 就精准的数字 就versus对方 前百分之八的牌力 可以看到这里是输掉了这手牌 因为他正好撞到了一手 是能dominate他的一手圈石 踢脚被压制 但90往往你跟别人打光的时候 对上是AAKK啊 AK啊 然后圈圈这种牌 是很少会被人家 就是dominate的这种牌 对对对 就前百分之八 我们如果把它定义为 AAKAK圈圈 然后勾勾A圈S的话 那么90S对上这个范围 是几乎有42%左右的盈率 短牌的牌力尺 是跟长牌有一定的区别的 特别是在短牌 versus对方100%的范围 versus对方40%的范围 以及8%的范围 是三个截篮不同的表格 但在长牌中 就是得扑中 其实相对来说还比较稳定一点 就AAKK永远是在这个尺度 然后圈圈啊 AK啊都没有什么区别 是 这边我们知道就是短牌这个游戏 波动会很大 对 波动是非常大的 比奥马哈还要大 对因为奥马哈其实讲道理 奥马哈的波动排力 就基准上应该是比短牌要大 但是由于奥马哈一般性 我们都是PLO 就是Port Limit 对 就是有限的 对有限注 这就是为了防止在翻前 就是过于 就各种各方玩家过分激进 因为你知道奥马哈其实牌力尺的 它的间距比短牌还要更小 对 它AA勾时 这种NAS牌 对上一些弱牌 也就 对 几乎都是六十四十的这种 六十几 对 三十几的盈率 所以人家会觉得 啊我跟很多牌 就是四六开 我没必要棄牌 对 然后在奥马哈里面 就是我们也知道 后卫的那些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就是迎前的 都是打后卫的那些 也是打他们的棄牌率 对 像我在打短牌的时候 会经常会用 九十S 然后勾十S 还有八九S 去欺负人家对吗 对 但更好的方式是 自己主动推出来 先放进去 其实扑克这个游戏的 核心精神在于 先放进去的赢 对 因为先放进去 你就完全 把自己的棄牌率清空 对方再也没办法压占你 对 只能靠牌力压制 对 很多玩家说 我琴音乐推 对 也不会去用这副牌来扣 像刚刚那个牌的话 九十S扣的比较边缘 但也不是不可以扣 真的不是不可以扣 因为这首牌 真的很强 真的很强 在数学上 刚刚是 已经有一个 A勾是2000的 跟注是吧 对 那它其实可能是 正常好好边缘的 四十几的 四十几的盈率 就可以扣 就可以跟注 那这边我们看见 OIN PLAY 它是FLINK 然后呢 它现在是 A6顶对的牌 对上我们的 Divorous 它现在是买花 然后现在转牌 有买顺的机会 花到了 然后花到了 但是出来Full House 对 Full House比花小 这就是短牌的魅力 对 因为花的奥茨是比 就是买花的奥茨是比 葫芦的奥茨要少很多的 是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 就是这里是花 赢 葫芦 并且在短牌中 比较基础的 一个重要的点是 Ace可以当五 所以说 五六七八九 就Ace 六七八九 也是顺子 对 这就是为什么 八九Ace这首牌 就八九这首牌 也是上下满顺的牌 是 有时候在这边 短牌满顺子 买到了也看不见 对 对 八九这首牌 就从下到上 他的满顺的面 都很满 是 也只有三首牌 是买满顺的 就是八九 九十和十勾 在UTG加1 拿到了九十 杂色 选择跟住 在前之位 他们会LIMP 大量的 大量的牌型 很多人说 这样子你LIMP 路持会不会显得自己弱 在长牌里面 我们是不推荐 就是过多的 在前之位LIMP 但是在短牌里面 基于数学体系 其实在前之位 你可以LIMP 很多很多的牌 甚至 在我的系统里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打 就是在我的系统里面 我几乎是在前之位会LIMP 就是前8%到前25%的牌力 就在前两个位置 然后会在UTG我会开前8%的牌力 然后在面对后卫的加注的时候 你就只要考虑持住比就可以了 像这时候90是一定要防守的 最后牌非常非常强 A勾勾也是5勾勾 这里圈K呢 是有一个买Natschern的一个面 但对方手里有一张10 在这个面上两家的牌力都不强 就看互相的解读 以及翻后游戏了 选择7牌 这里的位置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但90在这个面上只能check过去 这个之后这里后卫几乎可以拿任何 有概念的牌去做一个 做一个C-Bet 在短牌里面位置的优势显得比在长牌里面更大 因为气牌率的重要性会更强 我们可以看到在长牌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考虑练习的 是提高的是自己的value的能力 对 就是打很多翻牌后 对 去带的能力 就是说考验的是你的牌力压制这方面 去赢对方 短牌里面互相的牌力都很差不多 所以你要考验的是你更多的拿对手的气牌率 所以越高级的玩家 你会发现他们的气牌率越低 他们要么不录持 是录持必争 就不能被任何一点点剥削 这LAM是有一个两头买顺 那Ben Lam有可能在这边会考虑下注 那他选择下注5000 应该A-Hi这里是要气牌了 跟住了 直接跟住 他就选择跟住了 打的 打的 就是说 我 这就是说为什么人家优秀 就几乎不会被剥削 但我在这个面 像我这种若鱼牌的时候 我就会选择气牌 我都不知道A-Hi赢什么 但对方你看 几乎是很精准地解读到对手的牌里 我们看见这边 MISS-JUAL的情况下 Ben Lam下注了25000 因为出了两攻队的面 他这里追枪 很艰难 这里 如果这里能cull 就真的是大神级的跟住 Cull了 非常的强硬 非常的强硬 可以看到这里在两攻队的面 直接拿A-Hi去cull掉了对手 合牌下注 就他tend上 这里其实是一个call and call rever的操作 他tend上 选择call 就说明对方已经 就在他理解里 对方是有K有Go的概率 是比较低 不是说完全没有 是比较低 相对于他的脚牌 相对于他的一些概念牌 那在合牌 合牌这种情况下 他是只有 葫芦能下注的情况下 葫芦家能下注的情况下 他这里选择拿A-Hi去抓 对 然后你也说的就是 可能性比较低 对 这就是 如何去 把翻前的你的权益 去实现它 用翻后游戏 这时候就是典型的例子 像很多弱的玩家 是根本实现不了 这样子一个权益的 就会被刚刚那时候 10H去bluff掉 bluff掉 对 因为我对这个 Flink的玩家 一点都不熟悉 也就好像第一次看见他 也就有可能 他是专门打短牌的玩家 我也猜不出 他是什么背景 可以看到 如果谁短牌打得越多 他应该是相对而言 越凶暴 他的牌风 是越凶暴的 因为我没有看见 他打了几副 都是打翻牌后 在处理的一些 就是我们自己 不会去做他一样的 一个决定 的几手牌 对 这个flop对Flink来说 是非常有利 但是呢 我们看见 Ben Lam在这边 还是选择继续下注 然后呢 Flink在这边选择 All-in 那这边Ben他是king high 是没有办法call的 这时候All-in打得非常好 有后门花 然后有一个卡顺 然后有一个顶对 发展面非常好 对 他不会落后很多 可以call的动他的 所以说短牌是一个 这样子的情况啦 就是说 打得越好的玩家 他心中对于这个 这套体系 他的理解 就是说越 他的执行力就越高 像这套牌 虽然flop拉出来 他好像看上去 只是一个中上牌力的 一个强牌 但其实你要知道 这套牌 在TUN上发出来之后 他的牌力一定是有提升的 你要想在 689的面上 他90 TUN上几乎 有一半副牌 都是他的加强牌力的 对 都是他的out 对吧 就是加强的一个 就是一个对 未来游戏的一个 怎么说 未来游戏的解读 就很多人就像下棋一样 这种棋牌类的游戏 最最有意思的情况 在于 就是说 你要去 你走完这一步 你就要去想下一条 再下一条 然后打得最好的玩家 是可以考虑好多步 好 这里他拿到了 在装卫拿到了Nats 那这里我们看见AA 可惜了 可惜了对手没有牌 对 打得非常粗暴 这里可以选择直接all in 因为短牌对手 能跟住all in的范围 也是比长牌要广得多 所以这里不需要 特别多的慢打 对 我几乎我个人是几乎不推荐 短牌里面的慢打 翻前 翻前绝对没有慢打 对 因为短牌 因为长牌你不想把对手打走 长牌你翻前的强牌 你翻后也很难被超越 是 就是说有很多八二开的牌型组合 对 但是短牌就不一样了 对 短牌是非常容易被超越的 所以你一定要让对方付足门票 你想看flop可以啊 就是你问我买啊 对 买门票啊 游戏手top range 你可以看到 短牌这里非常非常多的top range 那我们看见flink在这边 选择UTG加1的位置上加注到6000 那hexton他现在是在装卫 那我们也说过 装卫他是已经付了要两个签注 就是短牌这个游戏还是 他就选择call 还是挺好的 就是拿到大牌的概率更大 然后加快了游戏节奏 更好玩吧 对 对 对 就是更加快了游戏节奏 是 是 是 我们说就是我们喜欢的action 就是更多的action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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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比赛就是这个短牌游戏 实际上他们是说是我们国内 应该是在澳门发明的吧 创造出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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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说一个老板一个晚上输了太多 他要把钱追回来 就自己发明了一个短牌游戏 那他很天才耶 是 然后呢 就是他的波动就更大 所以那时候就是说给他机会 可以把他输的那晚上的钱给转回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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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而言短牌这个游戏相对于长牌哦 他呃 鱼和pro之间的差距 是 间距不会特别大 不会特别大 对 反而是因为呃 像鱼的话它会更多的时候会 会overplay 反而这个时候在短牌里面不见得是坏事 当然我不是说就是推崇大家去盲目的去overplay 去我什么不了解 你 你这样打你只是知其然 你发现你好像每次打得很凶 你赢 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赢 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我觉得对一个游戏的解读和游戏啊 我觉得最有魅力的在于你去学 是 学了之后再去你你赢 然后你赢你知道你为什么赢 这才是最有意思的 对 对 你每次学到一个技术最好的就是你去试一下 对 对 对 就这样就才不会忘记 因为就是这德州扑克不管是哪个游戏 最深奥的地方就是让你不停的去学 如果要在这种比赛 不管是比赛上面什么不要落后的话 那你每年它的策略都会不一样 然后呢每年都有新的东西可以学 这里拿到一手强牌 结果也是对方没有配啊 那现在我们如果是 起手牌买路是十万筹码 那就是一百个潜注 对 一百个安提 一般 他们在排桌上聊得很开心 那比赛他会经过时间 这个安提会往上涨 对 然后呢就会就是让比赛结束 更激进 更激进 对 那这边呢我们看见 Flink 他要了一个menu 他来了勾六加注到一万 97 所以说应该都饿了 然后呢我们看见这边 benlame选择了all in 对 直接收集 那我们就是说的 好像这个Flink 他比较知道怎么打短牌 因为我们可以看见他用一个勾六的这种牌 也在button位做了一个这样的挤压 对 对 因为你要知道 就是说button这个位置 是可以说是在短牌里面是最好的位置 也可以说最差的位置 那在这个位置你要打好呢 最关键的几个关键词就是 你要squeeze 对 然后你call别人的时候 那你要注意持住笔 那如果你要就是因为你要知道 短牌也好长牌也好 就是说你在前支位主要是防守 在后支位的话主要是进攻 因为你在后支位你有位置优势 然后你 而且中央位这个位置 往往是close action的位置 是 所以这里你去做一些squeeze啊 做一些那种反抗 激进的反抗 你的收益是更大的 对 那我像我的话 我几乎在这里会squeeze 8%到45%的范围 很听起来很凶残 对 但是勾六一定是不会吧 勾六 勾六的话 勾六你去做个squeeze的话 那就是 如果有任何反抗的话 你就是100%肯定是封掉的 对对对对 但是呢 最好的情况上 这个时候你要看持住笔的 这个时候要看持住笔的 我觉得勾六在短牌里面 应该是72的 最差牌里的72 对对对 最差的牌之一 当勾六vs对方 前40%的牌力的时候 他是处于96%的范围的 就是他的盈率只有32% 但是你看即使是处于底端范围 他都有32%的盈率 所以你可以想而知 为什么我说我在装位 会squeeze8%到45% 这么宽的范围 甚至说 甚至说对于弱的桌子 我可以squeeze更多 因为你的翻后的盈率 以及你的数学 对 数学基础告诉你 这个数值绝对是正EV的 而且你总是得到information 才act 你会知道对方 就是在翻牌后 做了什么动作 你可以再决定自己怎样 对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 Michael Watson 他拿到了 已经买到了花 花是非常非常大的 短牌里面花是非常非常大的 很少紧 真的很少紧 真的很少紧 然后他针对Ivan6 下了一个半吃不到 然后Ivan6 决定7拍 狗9 还在思考 但这里的确挺难call的 他这里如果call上去的话 就是说我这里不会选择 拿一些成长牌去call 如果是有延续性的 我会call 那这里他有一个后门酒花 你猜他这里在考虑什么 他在考虑他是不是在买牌 还是成牌了 我觉得他 因为Ivan他是一个非常不喜欢 弃牌的玩家 非常不喜欢 这里选择了操作 对 他打出的那些牌 他的那个激进 会让大家就是 玩家没有成牌的情况下 非常难受 对 这里应该要 这里 这里就操作在钢板上了 这里花是非常非常大的 他这里想演自己是花 或者是葫芦 但是 但是 但是即使他出了葫芦 他都小了 对手已经是怪物在手 他在这边下注的是 Michael Watson一半的筹码 对 这里对于 Watson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已经是 就仿佛拿到了AA对方在翻前 是 对 所以在那边三bat四bat的一种窃息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Watson他在这边考虑的是 我全下会不会打走对方 对对对对 那call一下 对 然后呢看合牌 如果可以让对方拿到更好的牌 可以就是继续下注 然后他这把可以完完全全 来个翻倍 不过他这里其实已经没有选择了 因为他这里即使是call 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持住笔的情况下 对手很难再合牌再bluff了 选择全下 他选择全下 因为对手很难bluff了在这个面上 只能套持call 可以看到他只是拿勾去call 嗯 因为没有办法了 就是数学上 就是一个call 就是一个call 那这边只有八个方片 他知道他一定 他一定知道自己落后了 但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对那这边只有方片才可以 就是让Ivan6 赢下这个底词 对 但是Ivan也是一个很幸运的玩家 还可惜不是方片6 不是方片6 然后我们这边看见 Michael Watson 对只有方片 可以方片10和方片6了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牌了 没有别的牌了 哪怕是追三个二次 也得追了 是 那这边 他甚至可能觉得有更多 他甚至可能觉得有更多 我们看见就是也是第一次 到这边来打就是短牌比赛 对他这里 既然蹭上 他选择了去操作对手 就没办法 就是推回来对手 这个直处比也只能call 是 是一个很边缘的call 非常边缘的call 对非常边缘的call 但是他我觉得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对 因为他被Watson推all in的时候 他没有考虑很久 就做了这个call 很多人会觉得这里 是不是call的太雨了 为什么会拿 只是拿这么弱的牌力去call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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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短牌里面 气牌率真的去保护自己的气牌率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你要随时做好去拿落后的牌去跟别人打光去bad beat对方 去保护你自己的被剥削的那些权益 对 那我们看见这边 Tonshu Chon 他又拿到一个很大的牌 就是AK同花 他但凡拿到牌都是top range 我看到打的牌就是AA跟AK 对 他要么就是拿不到牌 拿到就是能压制对手的牌 是 圈勾也是一手不错的牌 那我们看见在装位上 Azai Kasten拿圈勾就选择了跟注 然后Doros 这里他们的家主还都比较小 对 都是七个BB 会像六个BB 七个BB 七个anti这样的家主 换我的话我会选择会更大的家主 对 因为他们这个家主量好像还是比较像长牌的那种家主 那这里就是一个squeeze 这边Doros他选择用K10的牌做了一个all-in 我们看见这边他被dominate 对 这是一个squeeze all-in 是 因为但凡有open race 然后一加call 他的持住比就已经够了 对 这短牌就是这么神奇的游戏 他的持住比就已经够了 你只要拥有对手低于20%就够了 应该是只要对手百分之十几的七牌率 你就已经胜EV了 对 那很好的情况下 大家都封掉对吧 对 都没有草花 都没有草花 但依然哪怕被dominated 哇 虽然说大家都喜欢chop 但应该对于 对对于他来说 对chumpson来说 就是这首chop他很很不喜欢 很难受 对 因为我们已经说了 就是这发出铜 花是非常非常难的 非常难的 但是我们已经看过好多次 对对 对手是有拿到铜 花牌在这边 你看自己k10的 这结果就表明了 对 其实其实真的你会发现 哪怕被dominated 他也不会 这经常概率不会输 是 经常 像刚刚那种fetch2013的A10也是 即使对上了圈圈 即使对上就是queen queen 对 也是有很大的反超的空间 对 他的绝对赢率上都很都很接近 对 因为就是短牌他发出10跟A的那个机会就更高 对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要想学好这个游戏你要学会享受波动 你要学会在波动里面去去去去冒险去成长 但是波动我觉得在德州扑克里面是让一些人不能承受的 对 你去证实他 对 你要去证实他 必须证实他 哦这里击中了set6 在这样子一个面上set6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个面还相对比较干燥 对 他并没有就是 现在就是买花买顺的这种面 买顺也只有买卡顺 像7-8 像8-9这种 是 8-9卡7 7-8卡 卡9 那我们看见Ben Lam在这边下了5000 那Isaac Haxton他是考虑是这边跟住还是夹住呢 在这样子一个干燥的面 set6还是真的还不容易被反超了 如果在 如果在德湖里面这个面你几乎是永远只能是call 对吧 但是这里 但是这里短牌 我还是说短牌是永远不推不推崇 是慢打 因为短牌你 重要的是剥削 对 剥削对方的就是剥削对方的权益 你去打对方弃牌 是 然后你很难去 像你说的就是得到买驴 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如果要买牌的情况下 对 一定要他们就付这个门票 对对对 所以即使在这么干燥的面 你看优秀的玩家都会选择加注 他不想就是让你轻易的去看下一张 因为短牌是一个很容易打光的游戏 特别是 特别是这张桌子都是激进的玩家 他们很难去 就说 他们很难去就是去说服自己去for这个牌 对 因为短牌真的是 你不要说人家投铁 短牌真的是你防守自己的气牌率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这边Hijack位置 我们看见Azac Haxton拿到A圈 他现在是有18万积分牌 他现在是有18万积分牌 那Flink他是DealerButton拿到Case 选择跟注 他选择过牌 对 他就选择了一个call Limp check 可以是在flop轻易就有反超了 但即使反超击中了时 你会发现A圈仍有40%的 40% 我虽然是Ahi 但我仍有40%的盈率 这里就是一个短牌里面 像得破我们知道基础的看 听牌的就是说反超的概率是二次法则 对 你还有两张的情况下 你用你的二次数乘以4 这里一张就发起来了 短牌里面就是三六法则 当还是Ten和Rever 就转牌和合牌没有开的情况下 你用你的二次数乘以6 才是你的盈率左右 它前后还是有将近5个%的差距 然后到合牌是乘以3 像A圈的话就是说 它有绝对的奥茨 它是有三张A和三张圈 6 那么66 36 再加一个4% 这个4%就加在一些后门的概念 一些陈顺的概念 我们看见Isaac Axton 拿下底池 在合牌他们两个人都做了过牌 那我们到红桌 现在我们这边 哦 这里有一个set over set 对 有看见圈圈 很精彩很精彩 跟Ivan的66 那这边Ivan他是跑不掉了 不会跑了不会跑了 对 因为我们已经说过 这个面也还算比较干 很干燥 这个面很干燥 一个Race 打光了 目前这个面上还没有剩 没有剩没有花的情况下 66觉得自己是稳大的 好 现在Face在想 诶 我这里拿到了flop nuts 该怎么打呢 他选择了再加注 你看在这个面上 就很多长牌的时候 就不会去 就不会去 做一些三bet 在flop三bet 显得牌力太强 对 但这里就可以 不推崇慢打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 出发来个7 出了将7 这里Face主要考虑的是 对手在跟注范围里面 有没有像A9啊 或者是像是90这种牌 是 这里唯一最最需要防的是90这个牌 因为在flop90有一个 上卡钩 然后下卡 就直接打光了 上卡钩下卡7的两头卡升 他这里基本上只输一手90 因为A9这种牌太难读了 对 所以这张7对他而言 对他而言还算OK 还算OK 而且即使是碰到了90这种牌 他还是有很多攻队的奥子可以交 因为 也看见Fish他后手也只有55,000的筹码 套吃了 那那个就是Paw已经是67,000 所以下了55,000的注 像这里他考虑 就是在考虑 考虑他的out有没有追 他其实已经有考虑到对手 可能自己被set over set了 但是还是call了 66在这个面上 很难去弃牌 他刚刚是中一队勾也去打了 因为当时这个时候 当时那个时候他虽然是只中一队勾 但是情况和这里又不一样 因为这里他如果是 对手已经显示了很强的牌力 他如果是读对方是set over set的话 他是很难追的 但是当时情况下他对对手 他对手承花的那个概率就没有去 因为对手承花的概率比较小 他对对手的一个范围还是想的比较宽一点 所以他可能觉得自己还有很多out 所以他这里就call的比上才要艰难一点 但这里的call是没有问题的 就长期来讲是 长期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过度 很多人可能会问 刚刚那台为什么说长期call没有问题 因为当你在有用手强牌被cooler的情况下 你去被牌力压制 而输掉一个底持 远比你在短牌里面去更多的牌 要输的少 短牌的精髓就在于 你要如何去防御你的红线 你知道就是打牌有一个蓝线和红线 就是说你到底你长期的一个波动 赢是红线赢还是蓝线赢 蓝线就是show down value 红线就是non show down value 红线非常重要 而且知道越高手的人 世界上就是顶级的一些玩家 他们的红线都是往上的 对对对 因为德州扑克就是扑克基本上是一个基于 信息不完全的一个互相博弈的游戏 在信息不完全的博弈的游戏当中 你弃掉太多的牌 你就被剥削了太多 那我们这边看见有四个玩家 看见了我们 大家目前的牌率都还OK 就是都不是非常强 然后Fish这里拿了一个两头买肾 下注 它依然有36%的盈率 两头买肾 是非常高 没有买到肾子买到了一张K 那现在这边Fish他是顶队 这个顶队合牌顶队来说还算不错 选择领先下注 Patek Gorsky他选择下注2万 应该是 这里应该是成牌转bluff了 因为他这里在这个面上下注2万 呃代表的牌力 是必顶队K要强的 是必顶队K要强的 是因为这边他下注是一个全Pot的下注 对整Pot 因为Pot只有2万1 他下注了2万 那Fish在这边有可能会赌他的牌力是 K是靠不动的 对 这就是说为什么说打得好的玩家都会很激进 有可能你如果打长牌的话你觉得 哇这里你拿一个第三大队子顶踢脚你就下注一个满破 你就当对手都是鱼吗 是因为很多玩家他会在这个 喝牌的时候会觉得对方已经买到他们在买的牌 所以就是应该会就是check fold 这种情况下 但是呢这边Patek Gorsky他就选择了下一个买炮的注 对他这里已经超过了一分钟的时间思考 那我这也挺佩服就是Fish 因为他可以考虑到就是OK这个玩家是不是这边有在做bluff 对如果他考虑的对手这里没有做bluff的话 他这里是秒负的 我看见他 因为K一定是对这个满破下注不赢的 我看见 他想了之后还是选择加注 那我觉得这份牌挺有趣的 他手里block一张黑桃屎是关键 他block一张黑桃屎 黑桃屎是对手value组合里面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张牌 他block一张黑桃屎对手的value组合一下子就少了几乎一半 几乎一半 这边呢就是每次你可以看见Fish他打牌的时候 他得到的价值比一般玩家都多 然后呢他可以bluff的时候 人家一般都是抓不到的 对 神奇的就在这里 就是说他完完全全就是 知道那个他的timing很好 我们说的就是他对这个牌的感觉也非常好 这里是一个弃牌 然后你知道Fish 你会不会觉得Fish在这里知道他对手是弃掉了 只是A勾这样的牌力 我在这里的解读是Fish这里的合牌操作 也是成牌转bluff 两边都是在操作对手 对 因为你有看见他下注的那个量是非常小的 他笑了 他可能觉得自己打 打掉了比自己大的牌 对 因为对方下注了2万 他只有加到5万 然后呢就拿下这个底子 对一个满坡下注而言 他的K一定是不大的 打得非常好 合牌的动作非常激进 还有看到了这个小孩子 对 这是Webster 那我们在他世界各地他有很多就是打就是好客赛 对 在巴哈马的时候PSPC主赛是不是他把Drum Juanda干掉了 是他吗 PSPC吗 对 你跟他是在一桌吗 就是Juan Juanda跟他大小盲 A9 不是他 不是他 那个是Marco Zane 另外一个 MC Zane 他们长得好像 有点像吗 对有点像 你不觉得吗 那个MC Zane他是就是线上的大神 他一些就是最大高额的那些买路 他比赛他都会参加 但他们都很年轻耶 都很年轻 超年轻耶 都很年轻 Marco Zane他是好像英国的 应该比我年轻吧 比我年轻 因为你看起来很小 看起来很小 就是一般人或者说 阿童几岁 他们会猜大概是29 2122人 对对最最夸张的是猜到我00后 对 对我平时还会用玻尿酸什么精华保养 这是关键开玩笑开玩笑 有时候男孩子的保护品比女孩子都要多对吗 我不知道怎么接这个话 这两个牌手他们都比较年轻 真的比较年轻 然后呢这一周我们就是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赛场直播 然后有朋友问就是主赛 主赛是3月7号开始 然后呢这个主赛是200万的港币满路 然后呢它是也是无限买入 对无限买入 对 现在港币对韩币是1比169 165左右 嗯就是你把后面几个零去掉 三个零去掉就是美金的那个数字 啊啊啊啊 差不多 对 所以我想这个在季秋如果是用韩币来买入的话 他们可能会算算死啊 200万港币是多少韩币 就都是安逸来算的 特别是如果冠军拿奖金的时候 可能是几千亿啊 就一楼一楼卡的对吧 啊我们这边看见 Ivan Liu在枪口加1的位置 他跟住A9 然后呢Hijack Michael Watson跟住了A8 然后这边Cutoff 拍了Galsky76 然后呢现在是Fish 他在中卫拿到A圈不错的牌 那他想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就是选择加注 一定是 一定是一个Squeeze Squeeze OK 他选择Squeeze 那他这个All-In cover了全桌跟住的玩家 打足了所有的气牌率 是 因为 因为A圈 你要短就是短牌里面就是没有一手牌能形成绝对压制 所以你能逼对手气牌你就赢 对 那我们看见他很轻松了拿下底池 对 所以说在中卫你看可以Squeeze好强的 他这里SqueezeA圈 他也可以Squeeze很多很多其他的牌 他直接打满就是要打足对手所有的气牌率 因为这样子 因为如果能对手能call下来他的All-In 不会比A圈弱了 不会比A圈弱多少 至少对A圈都有 应该是至少四六开的盈率吧 那他这里就是说 你四六开的盈率的话 你去跟那边跑 他只要再拿到百分之十几的盈率 他就赢一笔 百分之十几的气牌率 但是他这里还是选择求稳 就是直接打光 直接打光 不给对手买的空间 那这里我们看见Watson K10枪口为加一 跟注进来 然后呢 Pedagowski K圈 Hijack way 也跟注进来 A勾 也跟注进来 然后呢 这边是 Webster 它 Button way 圈七球牌稍微差了一点 对 选择跟注 如果他这里是 圈可以圈勾这种牌 直接 哇 这个 这是一首极难超越的牌了 那这边Fish有时候最怕的就是这个玩家 他排技很好 运气也很好 对 那就完完全全打不败他 真的可怕 对 他现在是cheap leader 然后又直接在flop拿到了10 nuts 而且是极难极难被超越的nuts 他这里没有办法 他只能 他只能选择call 没有任何办法 他就希望 他block了 对 因为他block了对手所有的东西 是 他只能希望对手能 集中 再给你看一张 甚至 他这里还有一张A他手上 哇 在这个时候在想 对手是拿什么东西来打我 那我们看见这边就是Pedogalski他选择很小的一个加注 下注他是下注了3000 只能再call 因为他手里还是有一张A 所以对手有A的概率甚至也不高 他只能再给对手 就是继续bluff的 他五下 不是 你要看